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周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1776年5月中旬 大陆会议得到了英军 即将进攻纽约和哈勒逊河地区的准确消息 所以呢 大陆会议紧急召集华盛顿 到费城商讨对策 5月21日 华盛顿携夫人动身前往了费城 在费城 华盛顿向大陆会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既然英国方面宣布战争已经打响 并且坚持要用高压的手段 让北美殖民地完全的臣服 那么同英国按照可以接受的条件 达成和解有可能 所以大陆军必须有充足的兵源 和较长的服役期限 这才能够应付一场持久的战争 但是现行的士兵服役期限和所有的兵力 不足以应对 这场战争 最后 在华盛顿的力争之下 大陆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将现行士兵的服役期限 由一年延长到了三年 奖励每一位入伍新兵十美元 二 抽调一万三千八百名民兵增援纽约 在纽约湾设置障碍物 防止英军军舰进入 三 授权华盛顿 在紧急情况下 调遣临近各殖民地民兵的权利 四 设立由约翰亚朗斯等五人组成的军事与军械委员会 作为常设的作战机构 专门处理军事问题 就在北美方面加紧对纽约进行军事布防的时候 何塞将军所率领的从波士顿撤出英军 并没有选择直接进攻纽约 而是选择了北上 他们驶向了英属加拿大殖民地的海里法克斯 何塞在这里 等待着英国海军上将 理查德 何塞勋爵 也就是他兄弟 率领的舰队前来 与此同时 4300名布洛瑞克军队和将近13000名黑森的军队 也从大洋彼岸的英国开来 这些都是英国政府雇佣的德意志雇佣军 心狠手辣 6月29日 华盛顿收到了一份驻守在斯塔腾岛的大陆军的廖王哨 送来的紧急情报 有40艘英军舰船正在向纽约港驶来 6月30日 他再次收到情报 说大批的英军舰船从海面援而来 他们停靠在斯塔腾岛附近的纽约湾 数量有130艘之多 紧接着英国军队就在斯塔腾岛登陆了 白色的帐篷布满了整个山坡 事实上 29日到达了这支英军 正是当初被迫撤出波士顿的英军部队 他们在海上和六艘满载着苏格兰军队的运输船会合之后 从海里法克斯开过来 与此同时 德意志的雇佣军也开到了纽约湾 三支队伍会合之后 英军的总兵力达到了将近三万人 而曾经被迫从波士顿仓皇撤退的何塞将军 也乘坐着军舰来到了纽约港外 他打算在他的兄弟海军上将和在勋爵的舰队支援下 夺取纽约控制哈勒逊河 这样他就可以将北美殖民地拦腰斩断 分割为南北两部分 之后再派兵围困和歼灭华盛顿的大陆军 而前纽约的州长特兰也在停靠在纽约湾的一艘英军的军舰上 通过联系斯大腾岛 长岛以及附近其他地方的亲英分子进行遥控指挥 他还制定了一项收买政策 凡是对英王效忠的人 每人可以获得五个英镑的奖金和两百英亩的土地 其妻子和每个子女可以分别获得一百英亩和五十英亩的土地 那么这些亲英分子的任务就是配合英军登陆 发动叛乱 杀害大陆军的军官 炸毁军火库等等 他们到处煽风点火 造谣声势 招募人员 发展组织 其分支已经延伸到哈勒逊河的上游 上游各县很多不法分子都参与到了这个阴谋之中 甚至连纽约市长和华盛顿身边的警卫都被收买了过去 华盛顿密切的关注着形势的发展 他知道何代将军之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按鸣不动 就是在等待他的增援 华盛顿写信给大陆会议的主席 要求汉考克再呼吁各省议会 目击一支一万人的机动部队 驻守在东西德西 作为一支中间力量 随时是情况的需要 投入到任何方向的战斗 同时呢 为了打击室内青鹰分子的嚣张企业 华盛顿命令将那名叛变投敌的警卫 交给军阀审判之后 处以绞刑 在行刑的时候 所有当天不知勤的士兵 都要列队到场观看 已经校友 警示每一个大陆军的军人 不要再犯类似的罪行 他还紧急写信给安全委员会 指出当前室内的严峻形势 安全委员会因此通过了一项决议 禁止居民同英国船只 保持任何联系 为者将予以延长 7月2日 华盛顿发布了命令 要求官兵们做好一切准备 迎接一场 决定北美人民自由和命运的 生死攸关的战斗 两天之后 独立宣言发表 极大鼓舞了 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的士气 7月12日 当人们还沉浸在 独立宣言所带来的 欢乐情绪之中的时候 几艘英军军舰的到来 打破了数日来的欢乐气氛 很快 哨兵的回报 这是英国海军上将 何赛勋爵 率领军舰来 华盛顿心里明白 英国海军的到来 意味着英军马上就要登陆作战 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即将打响 早在波士顿围城战期间 华盛顿就和当时驻守波士顿的英军主将 盖特有过几次出现的往来 互相通信的起因是 英国军方一贯的态度高 他们看不起大陆军 一直拒绝把大陆军看作是平等的交战对手 称之为叛军 盖特本人也一直把华盛顿视为叛军的首领 英军对他们俘虏的大陆军的军官和士兵 肆意的侮辱和虐待 拒绝承认他们的战俘身份 为此华盛顿特意写信 给盖特 并向他宣布 他是一位为人民的革命事业 而自发成立的人民军的领袖 因此英军应该平等的对待 他本人和他领导下的北美大陆军 在他从盖特将军的往来信念中 他坚持的要求 英军方面应该尊重他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的身份 否则他将拒绝接受所有 没有写明他正式投衔的公函 7月中旬 英军海军的布朗上尉 举着何赛勋爵的旗帜前来 要求会见华盛顿 原来何赛兄弟 站着自己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上的巨大优势 准备对大陆军进行和平的招降 现在从礼仪上 维护华盛顿及其统领的大陆军名誉的机会来了 大陆军的副官长李德上校在海上会见了布朗上尉 布朗通知李德说 何赛勋爵委托他将一封信送给华盛顿先生 李德告诉布朗 美国军队中没有一个叫华盛顿先生的人 最后布朗拿出了一封抬头为乔治华盛顿先生的信 对此李德以用这样的称呼信不能收作为理由拒绝接受 就这样布朗上尉带着尴尬和失望返回了英军阵营 他们的这次会议见就此结束 7月19日 何赛将军的一枚副官来到了美军阵营 希望了解英军副官长帕特恩上校 是否能够获准面见华盛顿将军 这一次华盛顿按照军理 在司令部接见了这位英军的副官长 帕特恩上校带来了一封致华盛顿的信件 上面写着乔治华盛顿先生等等等等 帕特恩希望等等这样可以代表一切职位的词汇 能够让华盛顿顺利的接收此信 他极力的辩解说 这样的称谓合乎鲁规范 美方去年也曾这样称呼过何赛将军 何赛将军并没有贬低华盛顿将军之一 华盛顿回答说 等等等等的确可以代表一切的职位 但他们也可以代表任何的职位 至于我方也曾这样称呼过何赛将军 那是因为何赛将军的来信使用的就是这一称谓 我方不过是按照原信所用的称谓回复而已 公函与私信的区别就在于公函是有一定的书写要求 因此任何以私人身份称呼我的公函 我都不予接受 帕特恩一看华盛顿不肯收下信件 就凭借着记忆 努力的将此信的内容转达给了华盛顿 大概的意思是 何赛将军兄弟是英国政府派来的和平大使 他们的到来是英国政府关心爱护 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表现 如果英美双方能够和平的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将会是皆大欢喜 最后帕特森说 他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次到来 看作是实现这一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对于英方的招降 华盛顿大意里然地回答说 根据何赛将军的信函判断 何赛将军兄弟似乎是来宽恕北洲人民的 但是没有过失的人又何须别人的宽恕 北美人民不过是保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华盛顿不卑不亢地维护了 自身的权利和尊严 他这一行为受到了大陆会议的充分肯定 大陆会议也因此号召全体将士 在和英军交涉的时候 都要学习华盛顿的这种做法 同时华盛顿的这一做法也收到了成效 自此之后 何赛勋爵在他治华盛顿的信函中 都改变了抬头 需要指出的是 华盛顿这样做 并不是因为他过于重视礼仪细节 和喜欢摆架的 他这样做 只是为了争取双方的军队 处于平等的地位 维护着美国的地位和尊严 何赛勋爵一看和平朝向不成 就着手准备以武力消灭大陆军 7月下旬到8月上旬 英国军舰和各类的供应船只 陆续抵达纽约湾 苏格兰高地部队 德意志部队 还有英国本土的援军 相继登陆斯塔腾岛 并再次安营扎寨 8月初 英国将领亨利·克林顿爵士的分舰队 也到达了纽约港外停泊 自从从波士顿撤出之后 亨利·克林顿率领了这支分队 曾经一度游异于弗吉尼亚和南卡罗莱纳 等美国南部的沿海 四级偷袭 但他每次的偷袭 都被驻守在南部防区的李将军所部 及时击退 最终无功而返 和亨利·克林顿爵士 所部一同前来的 还有 康沃利斯·勋爵所率领的3000名陆军部队 这样集结于纽约的英军总兵力 达到了3万多人 同时英军 还拥有一个巨大的便利条件 这就是他们有一支 机动灵活可以随时随地 发起攻击的海津舰队 那么与英军相比 此刻驻守纽约的大陆军兵力 只有2万人 而且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新兵 而这2万人中 还包括一部分病号和休假中的士兵 虽然华盛顿将剩下的美军 分配到了每一个驻地 但由于兵力不足 各阵地之间的间隔长达15英里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 纽约州议会下令迅速地招募民兵 保卫哈勒逊河两岸的地带 一旦英军军舰企图登陆 就给予他们迎头的痛击 还有一些民兵被派去增援长岛上的阵地 这些仓促之间 从田间征召而来的民兵 很多连武器都没有 因此议会只好命令他们随身携带一把铁锹 铁鲜或者铁鞠 以此来抗击来犯的英军 根据纽约州议会的授权 华安顿指派乔治·克林顿将军 带领这支新组建的民兵队伍 迅速地开往 新进在国王大桥附近建立的炮台 同时因为从纽约通往阿尔巴尼的大陆 要经过安东尼地角 他要派出了一名机智勇敢的军官 带领200人在此处的爱口建立攻势 不仅如此 华安顿还要求部分的骑兵部队派驻到哈德逊河的沿岸 密切地监视敌人动向 此时的华盛顿已经做好了最后的战争准备 凡是有可能趁机兴风作浪的青鹰分子 都被迁往别处 一切有关国家事务的重要文件 都被整理收藏起来 移交给了大陆会议 华安顿夫人连同其他曾经给司令部 带来柔和文雅和升级薄薄气氛的将领夫人们 也全部被送走 种种迹象表明 一场急风暴雨般的风暴即将来临 一场大战即将打醒 8月17日 华安顿收到情报 大量的英军已经备好了粮食 登上了御书舰 种种迹象表明 他们打算离开斯塔登岛 从普特南那里送来的情报也表明 英军至少有四分之一的舰船 已经驶离了斯塔登岛 华盛顿所在的司令部 意识对英军下一步的具体作战目标 无同知晓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事态正在趋向白热化 战争的风暴就要来了 纽约一向是一个容易激动的城市 面对空前的紧张局势 市民们难免开始陷于不安和惊恐之中 对于市民们的反应 华盛顿在给纽约州议会的信中写道 由于纽约市在未来不久 很可能成为下一场战役的中心 面对这些留在室内的大量的脑弱妇孺 我深感内心的焦虑 可怜的人们怀抱了孩子奔走呼喊的情形 始终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让人觉得心碎 难道不能想一些办法让他们离开这里吗 华盛顿同时也立即采取了行动 他发出通告 劝告市民尽快的疏散 并且安排官兵帮助那些孤苦无疑的居民离开 不久 州议会也响应了华盛顿的号召 成立了专门委员会 帮助居民疏散和撤离 从各方面传来的情报让华盛顿坚信 英军会选择在长岛登陆 并且夺取长岛上可以俯瞰纽约的布鲁克林高地 同时他们很可能派另一支部队 在纽约的北面登陆 把长岛包围起来 布鲁克林镇坐落在北边的沃拉包特湾 和南边的格瓦纳斯湾 两个深水湾形成的半岛形的狭长地带 它位于纽约的正对面 与纽约中间隔着东河相望 鉴于长岛特殊的地理位置 华盛顿决定派得力的干将格林将军 率领一支精锐的部队驻守在布鲁克林 格林已经查看了长岛上所有的地理形势和军事要充 并据此制定了防御计划 他沿着沃拉包特湾起 穿过半岛的狭隘部分 一直到南边的格瓦纳斯湾 修筑了一道由嵌壕和堡垒组成的螃蟹 以确保布鲁克林的安全 同时在这道防线前方 约两英里半的地方 有一条山脉由西南延伸至东北 形成了横贯这一岛屿的一道天然屏障 为了确保防线的安全无忧 格林又在穿过这条山脉 抵达防线的三条必经之路上设置了防卫 布防布鲁克林防线 保护防线前方穿过山外的各条道路的防御计划 这是格林将军亲自制定的 但不幸的是 就在格林辛苦规划的时候 他发起了高烧 过程不及 他的指挥职位 只好由刚刚从香普兰湖返回的沙里门将军代行 这就给长岛作战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么长岛作战 大陆军到底能不能挡住英军的进攻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讲